咖飘汁 今天的这个视频是有点刺激 我们前面放了一个这么奇怪的盒子 说实话你这样子放出来他并不知道他要干嘛 对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个咖啡盲品的这样一期视频 我刚才呢点了四家我们楼下的咖啡 因为最近有瑞幸库迪风很大 把价格卷的就是卷开始比较便宜 我自己想了想自己一个人太无聊了 于是呢我就把阿欣请过来了 本人就是一个热爱测评人 怎么打不错呢 但是我们又想了一下 如果我们是一杯一杯喝的话也很没意思 所以说就做了一个这么小道具 真不错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我来把顺序打乱 可以 我喝的时候呢你帮我把顺序打乱 我觉得我肯定能猜得出来 等下不会就是猜不出来 然后拿这个视频出来打 后期特效我都能想到 我刚才忘记说了我们点的是每个品牌的 冰拿铁和冰美式 首先星巴克呢两杯我都是用的精脆的浓缩 我没有用普通的浓缩 中杯的是61块钱 然后 等一下如果要是太要垫底的话那这就有点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我点的是精脆的 确实精脆可能好喝一点 就是精脆的贵两块钱吧 瑞幸的这两杯呢其实一共36块钱 Manger的两杯是39块钱的确是最便宜的就是库底 27块3 把效果准到了最低 这么快 对放的非常的完美 咱们就是说 OK好 摆放的顺序根本塞不下去一点 杯子有点太大了 我就依次从这边喝到这边了可以了 自己先看看 烘焙度应该是蛮深的 牛奶和咖啡的这个比例 其实咖啡的比例还是蛮重的 这杯跟第一杯完全相反 这杯是牛奶的味道更明显一些 对于拿铁这样的品类的话 它其实是更符合拿铁 因为它的奶香味更足 可能牛奶会好一点 对后味有一点咖啡的这种淡淡的香 不太好喝 这杯 这杯不叫拿铁 不太一样的拿铁 可能是那个比较便宜点的牛奶做的拿铁 我跟你说我不怕毒罪人 喝起来奶香味比较明显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每个人对牛奶的那种适应度不一样 这杯应该是我目前喝下来的 这里里面最顺畅的一个 牛奶和咖啡的这个口感融合的比较好的这么一款 对一款咖啡 那我喝的第一杯咖啡的味道其实更重一些 第二杯它牛奶的更明显一些 第三个奶香味太重了 第四个 融合的最好 它是融合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 来吧猜吧 我猜一下哪个是哪个 我才喝之前我觉得我应该一下子就能知道哪个是哪个的 但是我喝完了之后 但说实话我觉得拿铁还是比较难猜的 好让我斗胆的猜一下吧 哪个斗胆的 我本来我还是蛮自信的 但现在已经不自信了 完了那我怎么办 因为前两杯是完全反着的 这样吧 瑞幸 星巴克 库迪 Manner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你猜对了两个 哦 那就是其中有两个反了 我不会把贵的猜这么便宜的 便宜的猜这么贵的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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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是两个便宜的猜错了 好两个便宜的 就是我把瑞幸的和库迪的猜反了 猜反了 对 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实在对不起库迪 实在对不起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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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幸要坏牛奶了 但是瑞幸的不可拿铁还是挺好的 OK 那接下来该 好到我了 到阿兴的环境 说实话我对猜这种确实没有什么 因为我喝拿铁平时比较少 我基本来讲的话 我都不怎么喝拿铁 我把吸管换掉 因为我平时可能轻咖会喝的比较多一点 冰美式什么的 奶咖的话一般来说 如果要喝 我可能 瑞幸我会喝深椰拿铁 薄荷冰锡 我想一下 用到一些什么策略 来把你的这个品尝时候的这种感觉给迷惑一下 这个还有策略 我觉得其实你不需要做什么策略 对我来说都一样 因为我真的就很少喝奶咖 哎 你刚才是怎么摆呢 能摆进去 我怎么摆不进去了 我跟你说了吧 我这个摆放顺势非常的好 我感觉阿欣已经迫不及待了 其中有个吸管有点 不好意思 看来这边是真的很努力了 咱们就是说 牛奶味挺重的 好喝不 好喝就对了 现在先不做评价 这个吸管确实蛮努力的 感觉现在好像冰块化了很多 有点淡吗 嗯有点淡 OK好第三杯了这是 这杯好奇怪 这杯的咖啡味比牛奶味重 已经被迷惑了 就是前两杯肯定是最好的嘛 对吧 不是 这杯感觉喝起来很像Manner 哪一杯是你自己目前觉得最好喝的呢 再喝一次 哈哈哈 好难 拿铁对我来说真的很难 因为我平时不喝拿铁 完了完了 这杯应该是Manner 这个 应该是 库迪吧 因为是我们喝过的味道 这杯是 星巴克 瑞兴 我看一下 因为我也忘了 哈哈哈 Manner 库迪 星巴克 瑞兴 我看一下 好 好了 对了 哈哈哈 阿星真的是 节目效果爆炸 真的吗 阿星 因为我室友她经常点拿铁喝 嗯 然后她点拿铁的话 我都会喝一点台 但这个味道我是从来没有喝到过 库迪对不起 但是我是真不会 真不会买 我觉得你的那个什么 柠檬巴斯 就是你的特条创造非常的好 但是这杯 我实在是不行 会实在是打妹 我是觉得阿星真的 竟然能把每一个都猜对 真的是 不是因为主要的问题还有一点是 平时我喝星巴克跟喝瑞兴 他们的冰块都会放很多 但是我喝Manner 他Manner 就算再怎么多 他的冰块也没有很多 因为我算是喝咖啡比较快的人 然后我每次就跳星巴克的冰块 跟瑞兴冰块就是瑞兴是最多的 就有很多对吧 但是Manner相对来说还好 一杯咖啡半杯冰 但是他的冰块就是都这么多了 你想吗 他多50克冰块 他就能少50克牛奶啊 确实 他的冰块是真的太多了 50克冰块和50克牛奶 哪个贵吗 确实不一样了 瑞兴的冰块跟星巴克的冰块 你是能感受得出来的 而且你看颜色来讲的话 这两个深一点 对 冰美式的环节 也是你每天要喝的 对不对 是的 早起一杯虚敏咖啡 所以说你是更擅长喝黑咖啡 对 完了不会倒入黑咖啡就出bug了 话不能说太慢 OK好来了 准备了 为什么我每次的吸管都是横七竖八的呢 哈哈哈哈哈哈 没事比刚刚那个好 刚那个吸管是这样子的 好熟悉的冰美式 你天天喝的 因为一般其实冰美式来说都是生风豆子嘛 我忘记跟你说了 那个库底五豆子它是可以选的 我选的是中度五味的 哦完了有个欺骗素 欺骗素在了 好像 已经被迷惑了 这两杯肯定有一杯是瑞幸 我来看一下了 我去 这杯 不是星巴克什么样的 它这个入口比较柔和 嗯 就相比于这三杯里边 它比较柔和一点 嗯 可能就是库底了 因为库底我是点的这个中度红杯的 我要把这个阿信往坑里带 让我自己细细的感受 你先说哪个是你最喜欢的 这真的很柔和 那你觉得你更喜欢柔和的这一杯了 对 OK 接下来你就猜一下哪个是哪个呢 你觉得 这杯是星巴克 这个 不是瑞幸 这是库底了呀 我思考一下 瑞幸 OK 接下来 库底 OK 没了 节目效果爆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做话了吧 哈哈哈哈 没有一杯对的 没有一杯是对的 真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对了全对 全对 杀死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没有一杯是对的 哈哈哈哈 星巴克是这三杯里面喝起来比较舒服的 我再也不说星巴克难喝 平时我卖什么东西 哈哈哈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点这杯是精粹 对它是精粹的 多加了两块钱 享受到了不一样的感觉 对 但是普通的冰美式星巴克是真的不太好喝 大满灌 真的是大满灌 可能是今天那个味觉出现一些bug 哈哈哈 Manner跟瑞幸是我比较常点的 我应该是能喝得出来一点的 我不会等下全错吧 那这样的话节目效果更爆炸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经常点 我先从这杯喝 嗯 哇这杯带了一点点果酸哎 竟然 我跟你喝咖啡吃了吃 我可能不会诉说这个 它的风味的感觉 这杯就商业一点了 商业一点 这杯也是有点商业的 这杯是商业的 这杯我怎么感觉像在喝水啊 没有咖啡味道 还是很淡 还有这种烟熏的这种焦味在 淡重一点烟熏焦味 这杯还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好喝一些的吧 这杯不会是库底吧 因为我点的是中度烘焙的 没有可能哦 哈哈哈 不知道呢 再来一杯啊 这杯挺难喝的 其实挺难喝 挺难喝 挺难喝 这两杯其实是很像的 从浓度上来说的话 它会稍微的高一点 高一点 这两杯应该是 要么是一个库底 要么就是一个瑞青 你猜嘛 哈哈哈 你喝的越多 你反而会更就是啊 这是什么 好的我已经做好了四杯全做的准备了 不会不会的 不会的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 我大概有一个方向了吧 这杯应该是星巴克 这杯呢 它是稍微略淡一点点的 有点像是瑞幸 这杯应该是库底 嗯 最后这杯它 那整个是manner的 是 最后这两杯我一直在犹豫 嗯 哪个是库底 哪个是manner 是因为这杯它有蛮明显的那种烟味 但是库底我点的是中度功倍的 它应该不会有烟军味吧 所以说它应该是库底 它应该是manner 但是我印象中manner 没有这种烟军味 我不知道啊 manner好像没有烟军味 嗯 但是我猜在 那这是什么 外太库底的咖啡 哈哈哈 飞进来 变了一下 哈哈哈 哇 全错了 没有 对了一个 哈哈 哈哈 对了一个家人吧 对了一个瑞幸 哈哈 冷肿登场 你知道我是按照顺序摆的吗 我是按照由贵到便宜也摆的 星巴克 manner 热心 库底 库底是真的好不错 是吗 你觉得哪个是最好喝的呢 星巴克 没有它很柔和 它好入口 嗯 因为星巴克它那个平时的冰美式 我喝第一口的时候会觉得嗯 不太好入口 就喝起来很难受 嗯 所以我一般会点冷脆 因为冷脆它就好入口 反正这四杯中我是更喜欢库底 我喜欢最便宜 喜欢最贵的 哈哈哈 也可能是因为你喜欢是精脆 哈哈哈 加了两块钱 这是不一样的感觉 好好喝 我还是觉得这个喝 真的 不得这个好好喝 这个口味是有一点不是很干净的感觉的 但是我觉得咖啡就是看个人嘛 有一些就是它就拿来提神 没有太多味道的要求 对 但是今天你看就是测了这四个牌子的咖啡 其实从口感上来说 它都没有说难喝的感觉 对 但是但这个的拿解我不行 这个的拿解我不行 哈哈 总有一个不行 没有关系 就是还是得看个人嘛 对 就每个人对味道的接触度不一样 像目前的这几个大品牌 他们整个在出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面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都是流水线嘛 就是流水线生产 你如果还是考虑到星巴克它是最贵的 你还愿意点吧 那我还是得 哈哈哈 就比如美式嘛 接近30块钱一杯了 但我一般如果不去店里面点的话 它其中就是30块钱 如果之前点Manner的话 我也是点一杯冰美 然后点一杯那个薄荷拿铁 我感觉 薄荷拿铁一杯是25块钱 冰美式一杯是15块钱 嗯 所以其实你点完下来也40多块钱 今天想做这期节目也是因为 他们的店越来越多了嘛 对吧 对 你看就是Manner也快快一千家店了吧 嗯 星巴克七千家店 嗯 瑞幸一万可能一万零五百家左右 库迪应该有五千家吧 库迪应该也慢慢的然后开始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喝库迪了 它三个小时开一家店 没有想到我们刚录完的这一期视频里面 它可能会开了一家店 对 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呢 你们如果要是点外卖啊 也可以参考一下对不对 对 在家里面做的说不定没有他们做的好喝 我自己做那个是那个酒香拼配的豆子 我就觉得喝起来就很不错 而且我现在自己买的这种外卖杯 我哪怕我出门的时候 就直接拿着一杯就出酒了 对我就直接自己做了 不愧是你 对啊 也很方便我也不用出去买 如果这一天我知道我要喝两杯咖啡 我就自己做两杯咖啡 买的外卖杯上面是不是也有这个星巴克的logo的 没有 就是透明的杯子 我自己贴自己漂亮的贴纸贴在上边 然后自己在家出个星巴克 自己在家出星巴克 然后没想到比星巴克还好 所以说如果要点外卖的话 我觉得确实是可能星巴克的优势会低一些吧 因为星巴克大家基本上都是去店里面买的 它有时候早餐 可能点搭配那个吃的 也其实挺划算的 对对对 可能就点一杯咖啡 加两块多三块多 可以换一个什么小蛋糕啊 或者小面包之类的 今天真的是拍的时间也蛮久的 然后我们喝的真的喝的有点蒙了 喝的热不撑 对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别的一些想看的测评咖啡的也好 或者一些别的题材 你们也可以推荐 对推荐一下 我们之后可以在外边拍一拍 对吧 因为现在就是上海其实也开了很多新的咖啡店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好那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拜拜